哈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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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今天看下我們一拳超人最強之男喔 那我們昨天的話就跟大家介紹的真武挑戰裡面的那個就是 甜美甲麵 我們是把他拿起來的 那昨天也讓大家看一下我們甜美甲麵的威力 那真的那個除二之犬真的是 看了之後會帥到直接就是被圈粉啦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來試一下喔 因為昨天的話組織挑戰我是去打了那個死人花了啦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用一下觀眾推薦我們隊伍來打一下我們的這個 格流岡許譜好不好 因為我們的那個組織戰士已經可以打格流岡許譜了 那他有跟我推薦一個隊伍啦 那基本上組織戰的話好像都還蠻推薦用我們的那個 甜美甲麵加獸王的喔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看一下喔 我的隊伍的話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基本上是要用我們吉納斯博士的那個效果喔 那因為前面的三隻的話是一定會死掉的 所以這邊的話前面三隻聽說好像帶其他也是沒有什麼問題啦 他原本中間的文少女的位置的話 他好像是放我們的這個美容人好不好 欸不是應該是原子武士的地方放美容人 然後他另外一邊的話是放一隻超能力的角色 反正都一定會死所以就沒有什麼問題 他好像是放天空王吧 對 那基本上因為打我們格流岡許譜的話 大家都知道一開始的話 絕對是會把我們三隻全部都打死 前排三隻直接轟掉的喔 除非是我們的那個啦 就是有不屈的角色 比如說我們無鎮騎士之類的 那無鎮騎士的話基本上我看一下他怎麼角色 他是格鬥角色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有獸王的話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需要啦 所以這邊的話吉納斯博士的效果喔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喔 就像吉納斯博士效果的話就是 每當前排角色戰敗後可召喚一名複製人喔 每個位置最多召喚兩次 所以現場的話我們可以守住 就是差不多兩回合或三回合吧 那如果再用我們的甜美甲面跟獸王 來進行一波攻擊的話 應該可以打出一些不錯的傷害 所以這邊的話 不管大家帶誰都沒有什麼問題啦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也是可以把我們那個文尚宇放上去 吸引對面的格流岡許譜一波嘛 畢竟他是個正妹嘛 是不是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可以把我們這個5的角色放上去喔 文鎮騎士上去 然後我們的 文尚宇上去 雖然上去一樣會死啦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喔 好 那這邊的話 他旁邊右邊都有一個挑戰特性啦 今日格鬥系角色對首領造成傷害提高15% 所以獸王應該會打蠻多的 那暴走易傷 首領受到暴走狀態下的敵人攻擊時 會受到額外的傷害 所以還不錯 我們這邊同地的話呢 是可以幫我們一個十字的那個就是 上火的喔 那這邊他是推薦我同地的話 可以用那個 穿上我們的西裝啦好不好 那昨天的話因為我們就是有換裝備 所以我稍微有點那個 有點沒有那個把我的那個就是速度用出來 所以我們打第一隻的那個什麼 第一隻超合金黑光的時候才會打輸 西裝的話因為如果我們目前來說 要用一個比較高等的話大概就是這個吧 然後 我也不太知道為什麼要穿西裝欸 所以如果大家知道的話也可以在前面留言告訴哲平 反正我們速度應該是一定要比我們那個假面還要快的 先把西裝穿起來喔 速度加起來 速度升起來 但是都是生命欸 這樣不知道打得夠不夠喔 然後 對 多只有這些的了 傷害率提升 然後 穿西裝套裝 然後 他說這樣的話基本上就可以讓我們的那個 那叫什麼 讓我們的假面開氣了啦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為什麼 這是什麼意思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們一進去的話呢 基本上這樣子的話應該就可以來試試看了 那我們就看一下到底能不能打出不錯的傷害 我之前都是打到差不多一兩百啦 但是 聽說這一套如果用這一套打的話 好像可以打到 一千多吧 我們來試試看到底可不可以喔 進去 然後先把手動 關掉 好 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會先把我們的那個前排三隻給轟掉嘛 轟死之後的話我們會有三個那個複製人出現 好像是下一回合的時候吧 我們直接沒氣欸 哇 有有有有有 來 城堅除二拳 暴擊暴擊 然後下一回合會出現三隻角色的樣子喔 對 下一回合我們會有三隻這個複製人登場 那他一隻只能輕一隻啦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說還算是不錯 那氣留給我們那個 留給我們那個甜美甲麵喔 有沒有 爆走爆走爆起來 再造起來除二隻拳 棒棒棒 喔 真的很棒有沒有 再加上我們這個獸王的那個 額外追擊真的很強喔 然後這些我們平常在打的時候 然後這個獸王也可以再額外追擊 所以這個複製人也是很有效果的喔 大家不要小看他喔 然後再轟掉 轟掉之後的話好像他還是再兩隻出來吧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每回合會有兩隻機會嘛 對 我記得 好 沒問題 過去 所以這邊的話我昨天有跟大家講了 就是我們這個除二隻拳的話 好像會讓就是我們的敵人效果 會有一個那個受傷的效果啦 所以他就很適合搭配我們的獸王這樣子喔 複製人出來 有 兩隻出來了 然後普攻打掉 有沒有 這樣基本上我們又可以再撐一回合了耶 因為他下一回合的話會再開我們的那個就是 大爆炸對不對 那大爆炸的話這邊我們就可以在那個 還不錯 然後這邊繼續打 獸王追擊 然後我們的這個再打追擊 沒問題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氣很多的話 我們可以再讓那個童帝有沒有 開一下我們的這個 讓他這樣打 沒問題 讓他繼續打 還讓他崩壞了有沒有 Nice 除二隻拳 揍起來 這樣的話應該傷害就打還滿足的啦 而且他接下來應該是一個普攻喔 普攻的話應該是打童帝吧 應該還沒這麼快打死 喔 打死了耶 好快喔 哇靠 太快了吧 最近用博士的話呢 就是因為要用他的那個召喚人啦 出來那個用意波 那我們這邊的話可以解開這個 因為我們應該要被打死了 OK 念動流石波 再見世界 我們來看一下 哇靠 他打我們超多耶 個時百千萬 十萬百萬 個時百千萬 十萬 欸 個時百千萬 十萬百 我們只有打五百多萬而已耶 還沒辦法打到一千多萬喔 看來我們 還是有點落落的感覺 不過 因為一天的話會有兩次的挑戰結果啦 所以我們這邊一局可以打到五百多萬的話呢 那代表我們下一局的話應該是 可以再打到我們的那個 就是加起來的話會一千多萬啦 所以兩個加起來是一千多萬是沒有問題的 那 我們這邊的話這個十萬的話 我們是一局就可以打到一千多萬 所以 這個城堅除二拳 增肌是好不好 有點666啦 所以我目前來說都還是有在投資我們的這個 甜美甲面好不好 我再把他這個趕快升起來 然後趕快把他就是進化一下 那獸王的話 如果大家想要跟那個就是 甜美甲做一波搭配的話 也是可以把他練起來啦 我之前是 為了什麼 然後忘記為什麼原因 然後不練他 好像是因為我們有這個 有甜美甲面 我就沒有練他了啦 因為 那個獸王也是格鬥角色嘛 那甜美甲也是格鬥角色 我就想說 兩個不要用在一起這樣感覺 結果後來好像 好像發現是我錯了喔 所以這邊的話 大家如果要兩隻一起搭配的話 我覺得就是把兩隻 都投資一些資源練起來 還算是蠻OK的囉 那目前來說 我們的King的話 也是還在這努力當中啦 因為這個 這個認證券真的是很麻煩 你知道嗎 所以平常上 我們現在目前沒有任何的 一些角色活動的時候 就是趕快把這些訓練值 都給他刷起來 不然其實 當你的角色一拿到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讓他馬上就是 滿到星級的話 你可能就是 要累積到更多資源才可以 不然其實就很可惜喔 沒辦法讓大家看到就是 最快速的能夠看到 我們那個King的威力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來打一下我們競技場啦 因為最近的話 我們拿到King之後 都還沒有打過競技場給大家看嘛 我們來看一下喔 挑選一下 布陣的話 基本上只要讓King活久一點 應該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喔 然後 因為我們目前布陣來說的話 我也不太知道 這樣O不OK啦 因為我們的龍卷 算放在還蠻後面的 這樣感覺喔 而且龍卷放在前排欸 這樣真的是 沒問題的嗎 哼 我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 King只要有先鎖到人 應該都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挑一些 就是比較爛的來打喔 這邊的話 但是我們要先把我們 那個就是 競技的那個衣服放回來 因為 他這樣布陣的話 他會變成二術 欸一術二術 這樣可以可以這樣可以 一術二術三術 對這樣可以 因為原本的話 基本上就是 我們原本那個 陣型的話可能就不太好 昨天的陣型啦 因為樣上去的話 競技沒有就是 就是馬上開技能的話 就不太好了 來看一下 有沒有比較 弱弱的可以打 那當你打到鑽石組的話 你每天都可以領200的鑽石 其實還算是很不錯的喔 這邊大家可以來考慮一下 要不要把我們那個 排到比較前面一點點 這個我應該 感覺看起來 可以試試看 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 到底能不能打贏這個角色呢 我們只要能夠先手 喔 這邊有點尷尬了喔 我們應該會被爆掉喔 尤其是他有黃金球 來了 哇 這酸石 喔 不過黃金球是普攻喔 來 鎖他技能 王之恫嚇 鎖起來 有機會嗎 感覺有喔 鎖技能了 他們只能普攻 好 龍卷 然後博士 博士打 喔 博士補起來了 哇 我的天 阿球有普攻 好 沒問題 然後一秒有點普攻 沒氣沒氣 哇 龍卷快死了 龍卷死了 沒關係 我們後期的大爆發要出來了 來看一下到底有沒有機會喔 應該有吧 應該有 來來來來 快 哈嚇 但是我這邊好像快要被我自己反傷反死了耶 對 哇 我自己被自己反傷反死了 哇哇哇哇 不行了 不行了 被反傷反死了 哇 這就是阿絕路的土腳仙啦 哇 還敢去挑戰別人啦 哲平 我的天 抱歉 極速武士卡特 抱歉 我錯了 我不該挑戰你 哇 我好爛喔 不過我覺得跟我自己隊伍配置那些是有關係的啦 沒關係 我們再慢慢挑戰一下喔 不急好不好 我們慢慢的來 反正等到我們慢慢把一些角色都練起來之後呢 我們應該也是有一席之地的啦 這個大家不用擔心好不好 這個 雖然我們課金 但是我們玩的東西是不一樣 看一下這個 這隻感覺也有點機會喔 5度好不好 應該有吧 來看一下 能不能鎖到 欸 不行耶 他的速度都好快喔 所以我就說嘛 我才不會想要來挑戰我們的競技場 哇 直接被剁爆 哇 來了 完了 完了 GG 我們的King 全身裝速度裝 速度還沒有比他快耶 所以根本沒辦法做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好慘喔 唉唷 要被捲爆了 各位 他全部角色快開完了 然後 我的King都還沒有出來耶 完了 GG 這沒辦法了 好不好 所以 這就代表我們競技場的速度的重要性了 各位 好不好 這個一定要知道 這個不知道 會很慘 好 衝拳把我們給打掉了 說說說 雖然我們的 我們的黃金球很厲害 但是 沒有用了 再見 所以基本上 為什麼我哲平都很少打競技場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因為雖然我們的角色都有抽到 但是我們其實練度啊 還有一些就是 東西都還沒有準備好 等我們準備好之後的話 我們再來挑戰給大家看啦 你看對面真的是 都很厲害耶 好不好 1000多名我們就打不贏了 好不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 一直躲在鑽石組的1322 好不好 等到我們哪一天有朝一日 我們基本上 有那個實力之後呢 我們會再來跟大家挑戰一下 我們這個競技場 我們真的是沒有花很多錢啦 我們只是 很常一直抽 但是其實我們說真的 你如果要跟一些就是 那些大佬比的話 如果他們不是玩很久的話 那些大佬真的花了 都還比我多錢 所以 我真的是打不贏他們喔 他們每一個角色基本上都是 五星啊 三星或是四星 你看我現在 抽出來的角色 每一隻也才三星喔 也才二星而已 所以 基本上要去打的話 也沒有說 那麼的容易啦 所以我們就 慢慢來慢慢練就好了 大家不用心急喔 好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介紹 就是閣流鋼曲譜的一個 就是比較好玩的一些方法啦 那大家還有什麼一些比較好打一些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觀眾分享給哲平 打閣流鋼曲譜的一個隊伍喔 覺得還算是不錯 打到五百多萬了 我之前都只能打個一兩百吧 或是 更少喔 所以 基本上大家給我的一些資訊的話 我都還是有在看的啦 那 如果你還有一些有用的資訊 或是一些 就是我們隊伍的一些打法 還有競技場的一些打法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喔 哲平有看到的話 都會努力來嘗試一下了 那明天早上的視頻中的設定跟晚上就麻煩 趁機來往前進就留言給大家看一下啦 要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